唱小偉平原是紅色的 紀錄台灣公告書的平原是甘馬色的 歡迎大家回來陳色的平原節目 大家好我是平原 2024年在法國的芭蕾要基盤4年一次奧運會 今年有一個文化奧運的活動 台灣受到搖槍在法國有一個台灣館有一個庫洋 讓我們可以在那裡展覽我們台灣的文化 除了靜態藝術品的展覽外 還有很多動態的表演 基盤我最有興趣的就是這個 《芭蕾甘孟歌團》 就是《芭蕾甘孟歌》 這個表演我一直想要記錄 一直都沒有機會 我們這個《芭蕾甘孟歌團》 也受到搖槍要去法國 那驚喜啦是他們在台灣 就是要出發進展 最後一次的白年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看這個《芭蕾甘孟歌》的白年 《芭蕾甘孟歌》 近年來社會對《芭蕾甘孟歌》有很大的改變 是愈簡單就愈好 所以像我自己到《芭蕾甘孟歌》 就沒有再聽 去了解這個《芭蕾甘孟歌》 去了解這個《芭蕾甘孟歌》 去聽法書《老婆唱的族》 就會發現這個《芭蕾甘孟歌》很有意義 心來是真的非常感動 非常感謝《芭蕾甘孟歌》 中泛老師以及全部的團員 讓我有機會來記錄到 在《芭蕾甘孟歌》 所以如先發的《芭蕾甘孟歌》 有團一部的 叫做七月十八十八條 正下十五八二條 那就是說十八條 其實有很多種人看電腦 這十五人為了要看電腦 把那個電腦放在電腦上 因為電腦上 五十二條都幾個了 所以都放在電腦上看電腦 在六月末下 第九十二十五 到五十五 到八十八條 得到八十二十八糧 那時候就有很多電腦 那時候電腦都是男生做十五 在比賽看什麼瞭 他這個十八到八 他不是真正是室內的瘦 他只是他幾公很多種的 十八公公的很多種的 一直到昆霸以前 他有善化這個地方 善化這個地方沒人 才把這個十八條的領袍 把他拿來做雙手的 那當初十八條叫做什麼名字 沒人知道因為沒人留下 什麼沒自己的紀錄 那當初十八條呢 他就是在說什麼呢 這個領袍就是在說 聖色修古 修照一罐阿尼 這個修古是愛 每天好很相信 要輸了他 然後他名色就帶他修古的元朗儀 然後發書請信開祿關 劳底婦 劳底婦把他修古的母分 丟起來 有心館儀的勝負 讓他修古跟他阿尼 能夠逸用相過的 能夠經營 那當初十八條就是這樣 啊 這個十八條就是什麼呢 贏色 跟紅衣會結婚的海 啊 處理的故事 他就是在十八條表現出 然後進去 這個領袍的時候 就叫做 牽絨絨 這樣大家聽到嗎 在領袍裡面就是叫做牽絨絨 十八條要順這個領袍跟什麼名字 沒人知道 那時候在清條世代的事情 沒人知道 好 我來做個個特色的介紹 找個個我們來介紹紅衣 紅衣就是 看私人 問問有什麼人 這附hov 我來介紹紅衣 心情對 在 Colorigi 其實有 pert 帖 沒有人 生もう很 ABC 當你砸 當我 acquire 當他 Ped 找個 帶outs 在後對鴨鴨戶府又團體雲林 先看團體台中台北 翁人看那道 臨東 臺灣的生蕩蕩、蜘蛛、鴨鴨鴨的牌羊 甚至客人爭 客人爭在古早的時代也有在搶鴨鴨鴨 但是他們就是只有這而已 因為客人爭在這裡 台語不一樣,聽不懂 這聲音就留著 好涼,把他們留在這裡 阿姨在會聽這個鴨鴨 它是青鴨鴨 藍色系的事 他先看鴨鴨 他說,他是花末 花末 我們看到這些古久的學生 看我的老廟照片,都大家看得出來 阿姨,聽不懂,鴨鴨鴨鴨 所以老婆他換錢名字叫做土貼 黃克林叫做土貼爐子 他問我代賓 他給他看起來做土貼爐子 就是因為老婆怕老土走 再來換老婆 老婆就是剛才我說的 補充的顏色 老婆就是穿 老人 古早期代老人 我們在車人家比較老吻的 你們英雄、你們阿嬤、你們下廚 就是穿這種衣服 這是說黑色的 不像我們有一個顏色的表演 反而代的效果 所以我們會加一些亮片 或是說我們的顏色 會給它稍微變一下 古早時代是穿黑色的 尾書都黑色的 我們這首是比較偏紫色的 老婆的領老就是穿老人 在這裏做藝衣服的過程 當中他們會加上 讓他們穿 我講的是 他會給你四孟的避充 可以平靜下來 讓他們的酒塑 可以慢慢平靜下來 跟好好的進去藝衣服的避充 這就是老婆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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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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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